建設不分藍綠這個是大家一致的看法 所以說2011年那時候 馬政府時代的時候 核定所謂的梳花改 到現在民進黨政府 2016年的時候持續再把它做完 今年年底就會完工 至少就解決部分的一個狀況 但是這一次傅昆奇縣長 他其實主要講的就是 蔡英文總統也好 或者說賀成蛋部長也好 他們沒有所謂的苦民所苦 我想從28號連假的第一天 那個時候這個中段 梳花公路中段 到30號才啟動所謂的紓困機制 中間有經過一個什麼 中間經過29號那時候平面媒體 如果說大家記得的話 頭版頭去做一個報導 是說花蓮人 或者說要進來的花蓮的遊客 都沒有辦法回去 那就是那個時候問題被彰顯 被凸顯 被擴張之後 交通部才啟動這樣的一個出運狀況 那這四天下來 我們看到28號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他出席一個什麼活動 出席一個龍舟比賽 然後又出席了一個音樂會 31號的時候出席了一個接見 到現在今天沒有任何的行程 我想請問是說我們國家的一個總統 如果說我們今天有那麼多的遊客 那麼多的旅客 或者說花蓮人 在逃難的一個情況下 沒有辦法回到家 結果沒有想到我們今天元首不在 沒有講任何的話 那我們的交通部長 我們說今天為什麼賀成旦他神隱 其實是有所指嘛 就是賀成旦這件事情 他是不是交通最大的一個關心的事件 但在這四天 我們看不到交通部長 我應該出來講一下話 當然應該出來講一下話 怎麼講呢 好 你說你有派專業的 我為什麼常常講是說 當有一些狀況發生的時候 你一級主管一定要出來 因為他現在去 譬如說公路總局 我們看到有公路總局的官員 地方官員 他是二級機關 三級機關 二級機關 三級機關 他沒有辦法統合其他部會去做 相關的一個支應跟調配 跟這個疏導的一個任務 那你今天賀成旦 你部長你在審議什麼呢 你可以說在28號端午連假 以前花兩天三天的時間 上媒體去做宣傳 然後去講是說 夜間收費要六個小時 變成兩個小時的免費 你可以為了這個幾個小時的事情 跟民眾在那邊arguine 到最後講了一個說什麼 很委屈啊 說要求全 結果四天的連假 你看到花蓮人 不管是他要回家的路 或者是說台北的旅客 幾萬人受困在花蓮地區 沒有辦法回家 你要繞一圈環島 結果你沒有辦法出來說話 我們講說 今天傅崑奇他有一個報導 講的我覺得講得很好 因為這幾天看到這個新聞畫面 他就直接用就是說 就像逃難啊 我說實在話 我其實很難想像 這個是21世紀2017年的台灣 我們居然發生這個情況 有民眾要開車 然後坐上郵輪 然後郵輪繞一圈 繞到了我們宜蘭之後 才可以再把車子開回來 說真的 這是我沒有辦法想像的 那傅崑奇 他其實也有講了 他講就是說 並不是一定要 梳花蓋的二期工程 但是他也請教了 現在的蔡英文政府 就說如果沒有 梳花蓋的二期工程的話 那到底我們後續的 接駁 因應 交通 改善 改善或是應變方案在哪裡 目前看起來 當然事情才發生第三天 第四天 也許交通部沒有辦法 直接的給予這樣的一個明確答案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凸顯了一個價值跟一個判斷 就是說你不要說只有選舉的時候 你才過來覺得說花蓮是一個很重要 那如果說你現在真的覺得花蓮很重要的話 不要怪傅崑奇在這一個事情上噴政治口水 因為今天蔡英文總統 所以蔡英文你確噴政治口水嗎 不不不 我沒有這樣講 但我說因為今天蔡英文總統 因為賀神譚部長 你選擇了神隱 你選擇了不出面 所以民眾沒有辦法感受到你說你有苦民所苦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那個時候馬英九總統在882風災的時候 是不是也常常被人家罵得很慘 那個時候的行政院秘書長 是不是也因為父親節而去 也被罵得很慘 如果說異地而處 今天還是馬政府時代的時候 我相信啦 民進黨的委員 民進黨的這個綠營的一個民眾 會怎麼樣講現在的總統 怎麼樣現在的部長 我就可以直接的一個回想 就是說部長總統 這些政務官沒有到現場 那大家要怎麼批評 我沒有說要到現場 從我到尾我沒有說要到現場 我說他們要出來 他們要協調 他們要去指揮 我都沒有意見 如果大家都喜歡說 總統一定要交還是補充 我沒有說要交 還是說要出來 我們也可能因為 因為沒有這樣 因為賀神譚部長 他其實一向有這個習慣 他不希望是在所有的事故的第一線之後 部長就一定要去前面講的話 所以我現在說 我沒有說要到現場 其實這個重點 我沒有說要到現場 我重新跟習杰講的 如果說今天總統或是部長到了現場 你不是說以前 你就是幾個協調嗎 沒有 我是說我沒有意見 委員我講的是 我從頭到尾發言都沒有講說要到現場 我講的是說 他到底有沒有出來協調指揮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 花蓮人他會不會覺得是說 我不知道怎麼回家 他不是請次長到現場了嗎 如果說那就是沒有出來協調 如果說你各部會 你有辦法協調嗎 這樣你還沒覺得什麼叫做協調 委員我覺得你這樣子 你這樣子就真的是太放縱了啦 如果說有這樣的部長 然後你還覺得說很OK的話 難怪蔡政府現在民調的習慣 我也說如果因為部長沒有到現場 大家對他有責難 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我跟大家說明一下說 譬如說台鐵的爆炸案 那時候在南港的時候 賀成蛋第一時間也有到 林全院長也有到 也有很多人說 為什麼你賀成蛋第一時間不出來講話 這就是他的習慣 他是把事情處理好 但是他不一定要在現場 一定要讓人家看到 但你覺得他如果出來講話 會不會好一點 我也認為好 但是這個每個人 因為他每個人在這種事件上的選擇是不同 我只能說我只能尊重他 但是剛才孟凱他所講的說 如果副縣長你的是希望說 大家不管是旅客還是要回家 發動一條安全的路 我們剛才不是一直都在解釋說 不需要那個二期 那些落實路段就已經有可以做的隧道 這一段要在年底可以通車 不然會再怎麼樣 這跟國民黨也無關 現在變得好像我在幫國民黨去說服說 他的梳化改這個方案不錯 這也很奇怪的事情 這跟政黨就無關 這是很科學的事情 但是今天的上位者 不管是蔡英文或是部長 你不要神隱嗎 我就說這四天 你到底在家裡幹什麼 我們公司的 就是要出來 還要解決問題 要統合不會 我就講一個簡單的 你那個能不能透過NCC 徵召一些電視去宣布說 我現在有什麼替代道路 替代方案替代解決 你不要讓民眾無所適從 無所 你就困在那邊 今天我們在台北 我們很幸運 我們沒有說這個塞車 但是那一些民眾在那邊 那怎麼辦呢 好 那我先請教議員 你認為呢 因為大家也知道是天災 那你認為說 對於這個事情 好 就算總統啊 部長他們沒有到現場去 那該不該踹共 就是在這個媒體前面 先講一些話 安定一下民心 然後做一些指揮調度呢 你認為 我想可以選擇像蕭美琴這樣 默默做事情 然後去協調 快輪也好 然後這個交通網路的 這個鐵路增加班次也好 可以這樣子做 但是也可以像這個傅昆琦一樣 去噴噴政治口水 然後怕打中央 覺得說中央怎麼都沒有替 這一個花蓮人做事 就是兩個不同的價值選擇 那我是希望說 這次總統部長沒有出來 可是市長去協調啊 立委蕭美琴去協調啊 協調這個增加 這個鐵路的班次 增加這些快輪 把這些車人全部都印回北部 或是送回南部 都有在做啊 那我不曉得說 為什麼說一定要 總統或是部長出來 講了一些話怎麼樣的 然後才算說是 這個不算神隱 我是覺得說 你要看最後的 這個執行的結果是怎麼樣 那我是覺得說 這次傅昆琦就是在 噴政治口水啊 因為這次 這一個貪邦的地方 剛好是在 蘇澳跟東奧這一段 那這一段剛好就是 蘇花改在做的這一段 蘇花改做三段 這一段 蘇澳到東奧 這一段快的話年底完成 慢的話明年過年前可以通車 然後另外兩段也都在做 然後有一些工程上不可抗力的 可能要到108年 後年完成 都有在做 如果今天貪邦的地方 是在他所謂的二期工程 沒有所謂的二期工程 就是所謂的 現在蘇花改沒有做到的地方 那傅昆琦可以大聲說話啊 為什麼當初不做 所以現在貪邦了 不是嘛 現在貪邦的地方 就是本來有在做 蘇花改的地方嘛 那所以傅昆琦 不是搞不清楚狀況啊 他是知道 可是要故意這樣講 講就是說 現在有在做的 你可以要求說 那是不是可以加快速度 像我們聽了大家也覺得說 那是有在講公道話 你不是啊 你講了一個 現在沒有貪邦 而且也沒有這個工程 你就說 那為什麼不去做二期 那二期就是當初 在馬安九執政的時候 就認為說 這三段要先做 因為這三段 可能有一些 落實貪邦的問題 這三段會先做 兼顧環冰 憨權 大家先來做 那另外沒有做的 比如說他現在講說 那為什麼東奧跟南奧不做 那當初就是評估說 東奧跟南奧的這一段 蘇花的這一段 本來就是比較安全的 我們可以做一些 邊坡的加強 或是做一些道路的管制等等的 我們讓這個蘇花改 對於這個環境的影響 造成最低 但是又讓大家 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富貴其實知道啊 可是他寧願去噴政治口水 因為他有他的政治企圖 他有選台北市的市長 那民進黨有在做 這些蘇花改的工程 工程有在做 預算有在編 阿蘇要不要 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你這個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對東部就沒有在重視 而且我們前瞻計畫 也納進去了 鐵道的這一個雙軌 鐵道雙軌非常的重要 他可以增加班次 增加這些運量 而且這個改善的票務系統 也讓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鐵路 買票的黃牛 可以這個降低 他們的一些風險嘛 所以我認為說 民進黨有在做 不要認為說 這個富坤其 他自己有一些 政治上的一些企圖 噴一些政治上的口水 你要認為說 部長沒有來 總統沒有來 不是說 什麼樣的事情 都一定要總統到 部長到才能夠解決 蕭美琴就可以解決啦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富坤其的太太 也可以像蕭美琴一樣 默默地做事 不要去噴那些政治口水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吳大哥 我們從蔡政府的 形象來看的話 你認為這一次 會不會重傷到他們 因為民眾 當然民怨四起 很多人也會指向蔡政府 他們也是必須要 概括承受一些 某些部分 那現在有的人就講說 這個為什麼 交通部長也不出來 講講話 然後這時候 又看到富坤其 在那邊帶頭炮打中央 你怎麼看 這個富坤其 炮打中央 這個是他的工作 跟他的角色的扮演 我想這個不用去抱怨他 關鍵是他炮打中央以後 有沒有用 對他有沒有加分 對中央有沒有扣分 富坤其是一個民選的縣長 他非常清楚知道 他現在在講這個話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效果 我覺得富坤其 我也幫他講幾句話了 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政治人物 他選擇這個時間來炮打中央 然後議題已經離開了 花蓮縣的議題以外的議題 屬於國政的議題了 就是國家的交通問題了 那這個議題來講的話 當然是表現出 他可能有更大的企圖性 然後對他取得加分 剛剛國民黨的代表 講得很好啊 富坤其講得是很對的 其中對比有個很重要的是誰呢 是賀成淡 賀成淡表現得好不好 當然運鵬一直幫他辯解等等 但我所知道 我對賀成淡是非常反感的 說一年多來 這個交通部長幹得好不好 民調很差 幹得非常差 他幫蔡英文 帶了非常多的扣分的事情 今天這個事情 那麼多人幫他辛苦的 民進黨同志幫他辛苦辯論 賀成淡只講了幾句話 請你不要噴口水 賀成淡應該很清楚的 像運鵬 運鵬本身是台大土木系的專家 長得非常清楚 到底我們梳花交通怎麼解決 剛剛提到的 公路是最壞的一個方案 因為公路本身 當年做梳花公路的時候 就留下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癌症 這個癌症就是無解的癌症 為什麼到了梳花一直在變 變因為就環平 因為梳花公路是對自然的景觀 對我們自然環境 造成最大的一個災害的一條公路 所以因此前端計畫提出來有做軌道工程的替代方案 做雙軌的替代方案 這個是對的 增加運量 對 如果你說脫離公路增加運量 所以運鵬應該要更清楚的跟大家解釋一下 梳花公路包括梳花改修補工程之後 現在停了五個月 停了幾個月 國民黨的工程最後一兩年後會不會再發生貪方 我跟你保證還是會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直接跟自然的我們的地質地形地物的結構構成了災害 我本身是學礦野的 我本身懂一點地質 所以我認為這個事情是一個很爛的一個事情 不管是國民黨政府民進黨都不會做好 如果前瞻計畫剛剛提到的很重要 我們做出雙軌 做出軌道的工程 聽到醞釀 這個是解決問題的方案 但是交通部長是不是應該出來解釋 我今天第一次聽到我們的新聞的資深媒體人講這個話 那政府怎麼不講呢 然後剛剛提到的 他的太太 所謂的當立法委員徐哲珍 我搞不清楚 下一屆的縣長 去阻擋這個方案 我覺得這個很荒唐 很矛盾 但不是矛盾 很可能 它是國民黨的政策 要去阻擋前瞻方案 但是並不會 就是有兩手策略這樣 並沒有特定性的 對花蓮的軌道工程 而提出的任何看法 甚至於這個縣長 或是這個縣長夫人 搞不清楚 他本人程度很差 這個都有可能性 但是很明顯的 他在阻擋這個事情 是一個非常無理頭的事情 而這兩個強烈的對比 是什麼對比呢 就是我們的花蓮現在的縣長 跟他的夫人本身 對這個情況 只想作秀 我沒有搞清楚狀況 但是我們的部長也有問題 好 任俊哥要簡單補充 我就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現在對於花蓮民眾來講 這個剩下的這些路段 是不是真的 就誠如大家所講 它完全都不需要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到底有沒有蘇花改 二期 這是當時在 今年的4月30號的時候 蕭美琴她自己本身 在這個所謂的行政院 東部服務中心 裡面所開的這個記者會 對於蘇花改二期裡面 她這邊自己很清楚的記者 就寫到了蕭美琴回應說 蘇花改一期的工程即將完工 那要接續工程多次要求 交通部應該盡速評估所謂的蘇花改的二期 這是你們自己開的記者會 包含到剛剛講說 現在被稱之為沒有二期的這一段 因為它有三個路段 東澳到南澳 還有河中到河南 還有重德到大清水 事實上蕭美琴她自己本身 我現在給各位看另外一個報導 是2016年3月18號 媒體的標題是講說蘇花改做班 蕭美琴也認為說大清水的這個路段 應該要列入到評估 我現在講不是要打臉說誰 我只是這樣強調 就是說對於這些民眾來講 他希望整條道路他是能夠安全的 我覺得這個呼聲是有的 即便現在交通部講說 沒有二期這個名稱 那蕭美琴自己也都承認講說 在那個路段裡面 他們有提出統計數據 每逢到台風的時候就貪方 所以他認為說 那個所謂的重德到大清水的路段 也都必須要儘快去評估出來 那我覺得民眾會在意我講說 好 如果今天大家咬死講說 沒有二期 我有都不做 那你當時蕭美琴的呼籲 你要怎麼去面對它 我覺得這也是蕭美琴 他最會遇到的一個難關